近日珠海航展上 南天门计划中的白地空天战斗机1比1模型引来大量围观 只见该机安装二元实量喷口 有独特而科幻的隐身外观 并被赋予超音速巡航和大气层外飞行能力 这引起诸多网友好奇 想知道这架概念飞机如果是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到达近地轨道 那么什么样的发动机才能让它实现单极入轨呢 从物理法则看 如果火箭从低空到高空 喷射的燃气流始终都能保持平行离去 那么火箭受到的反作用力全部都是有效推力 但这种理想状态很难达到 因为在低空火箭喷管出口的气流静压通常小于大气压 喷流应过度膨胀而向内收缩 使反作用力偏斜 推力出现损失 只有上升到一定高度 大气压降低到和喷口静压相等 喷流才达到完全膨胀 具有最大处理 继续升高则喷口静压又超过大气压 使气流欠膨胀而向四周扩散 依然造成推力损失 可见火箭的拉瓦尔喷管由于出口静压 不能随外界大气压同步变化 是其效率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 为此早在二战时期 就有研究火箭的大神推导出这个公式 其中拉瓦尔喷管出口和喉部截面机的比值 称为喷管的扩张比 而燃烧式和喷口的压强之比 称为燃气膨胀比 至于这个伽马 表示燃气定容比和定压比的比值 称为比热比 虽然该公式只是描述假定的理想状态 但可看出喷管扩张比越大 则燃气膨胀比也就越大 所以要让喷管在低空具有高效率 需要缩小扩张比 使燃气膨胀比同步降低 喷口处静压提高 以抵抗较高的大气压 反之飞到高空就要增大喷管扩张比 使燃气膨胀比随之增大 喷口处静压降低 以适应更低的大气压 可喷管只是个固定的中型铁罩子 所以在中低空就只能凑合着 选用扩张比较小的喷管 到了高空再用扩张比更大的 但又有大神不想这么凑合 于是用车床车出一个铁塞子 把喷口中间堵住 这就是气动塞式喷管发动机 而伸出喷口的这节塞子 就是一段包在燃气流里的喷管 据说无论外界大气压如何变化 喷气流都会使中掩铁塞子轮廓流动 而不会向外扩散 最后汇聚为平行气流离去 所以这种气动塞式喷管 从低空到高空都能提供最大处理 可问题是就靠这个破铁塞子 又如何能自动调节喷口压力呢 观察发现铁塞子的轮廓 是一条下凸曲线 当超音速燃气沿着B面流动时 因不断受到扰动向内偏转 会产生一系列斜击波 使穿过的气流减速增压 并向波面伸展方向偏转 开始沿塞子轮廓流动 而斜击波被自由界面反射 就变成普朗特梅耶膨胀波 但它比特朗普更加自我膨胀 穿过的燃气接膨胀加速 并朝波面来向偏转 从而继续沿塞子轮廓运动 膨胀波被固壁反射 还是以膨胀波离去 气流穿过继续膨胀加速 同时向固壁偏转 当这些膨胀波被自由界面反射 则变成一组普朗特梅耶压缩波 而它比特朗普更会极限施压 让穿过的气流不仅压缩减速 还大幅向固壁偏转 随后这组压缩波也被反射 汇叙成一道更强的斜击波 使气流再次压缩减速并偏转 依然沿塞子轮廓流动 最后斜击波被自由界面反射成一组膨胀波 迫使气流加速减压并扩散外偏 接着再穿过反射的膨胀波继续加速减压 使燃气流净压降低到和外界大气压几乎相等 并且偏转到和喷管轴线大致平行的方向离去 因此气动塞式喷管利用铁塞子和大气压 就能自动约束燃气的流动方向并调节出口压力 即使外界大气压出现大幅变化 喷流也能大致保持平行离去 所以这种喷管科室发动机的比冲明显提高 就在上个月底 北极星航天飞机公司在波罗的海上空 成功试飞了安装塞式喷管发动机的Mira2飞机 这意味着只要有办法给火焰中的铁塞子散热 让它不被烧毁 那么这种发动机就很有希望 向白地空天战斗机直接送进轨道